今天最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把TinkerCat做出來的程式 放上Adreno Adreno的搏法又如何呢? 你們本身已經收到機械臂 這塊板我相信同事已經準備了給你們 如果還未收到需要的時間 我們就看看究竟會怎樣做 你現在看到有些線在 其實它也是在做一件事 就是把我本身的機械臂 就是機械臂 你一看到機械臂這個位置 你們在這一組這個位置 你應該會看到A0到A5 而中間是一個V和一個Ground 如果大家有親手去做TinkerCat 應該都會有印象 V代表Voltage 然後G代表Ground 在這裏 每一個這樣的VR 我們的電位器 我們都是由0A到10K 中間是5K 它這隻就叫做Linear B Type B Type 當你左右的時候 就可以 你大概 由這裏 如果那個Serval是0到180度的時候 你這樣轉過去的時候 就會有不同角度的產生 這個會比較容易控制 你自己 所以我們都選擇了這隻 如果你再看近一點點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它有兩組 一個叫OTA 一個叫OTB 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以及我們要怎樣做呢 怎樣挑戰 大家都已經確定過了 我這裏 我就會告訴大家 接下來我們要怎樣做 本身 那個電位器 其實 有兩組 這個就是第一組 OTA 這個就是OTB 當你左右移動的時候 這個是聯動的 就是一齊左 一齊左 一齊右 當你移動它的時候 它的電阻由0K 去到10K 用這個電阻值 這個電阻值 就是有些 給多一點電過 和給少一點電過 我們就可以控制到那個 那個位置 但實際上怎樣搏呢 我剛才說了 本身呢 本身這個 我們就有兩組 這個電阻值 我建議你 用了一個 叫OTA 就算了 用了OTA 就算了 這個OTA 如何做法呢 最主要 我們要做 我們要做 就是 我們有六個 現在我們先把六個畫出來 畫四個才不夠位 這樣它本身 在這裏 我不知道 你們那邊 都看得清楚 在這裏 它本身 這個就是Ground 然後這個就是VCC OTB 最外這個就是 OTB 我們用了 就用了OTB 不要用OTA 我們用了這個 我們怎樣搏呢 那你便用回 之前那個 即是 這支橋線筆 這支橋線筆 你懂得怎樣用 這樣 然後你就 把線 把線 你看看 它這裏還有這樣 我再畫 再畫 你把線 Ground這條線 駁到這裏 然後再駁到這裏 這裡 再駁到這裏 是不是很容易呢 第二條線 第二條線 就是一樣 第二條線就是這樣 VCC 駁到這裏 這個VCC 駁到這裏 這個VCC 駁到這裏 這就是兩條 最重要的是第三條線 就是這條叫OTB這條線 OTB這條線 你看在Servor那塊底板 你們會見到A0到A5 有六個 我們這裏就拼了 A0 A1 A2 A3 A4 A5 這樣把線都拼好 這是第一步 在這裏 我基本上可以示範一下 你看到這裏 其實我已經看了三條 我本身來講 A0 A1 A2 我已經拼了 我現在拼了A3 大概我拿一條這麼長的線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不是不夠長 用剪刀也好 用剪刀也好 如果你有剪刀的話 然後剪刀一剪刀 這樣 一樣 即是 你們的眼睛絕對好過我 首先 在這裏 大家都玩過 不需要再教 一整 一拉 大力的 好 拉了出來 看見到有銀色的線 再穿上去 在這裏 穿上去 這樣 今次我是A0 A1 A0 A1 A2 我用A3 這樣 大家都 沒理由有難度 真的很傷心 這樣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現在做這個 它那條線 那條線 我就 你可以看到 其實有條紅線 有條紅線入 有條紅線出 這樣 白色那裏 有條白線入 有條白線出 其實我們將它 就串起來 頭頭的方法 這樣 現在我這條 藍色線 我這條 藍色線 剛好隔了 我們就嘗試 將它 再看 就是這樣 沒什麼 不用學 不用乘 現在這 這個世界 真是開心 這樣 就按下去 那 OT OTB 那裏 那你就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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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搞定 那如是者 如是者 你就可以把 另外 0123 A4 A5 都可以 這兩個A4 A5 都可以 小心點線 不要扯得太緊 要不然 都是會斷 這樣 一卡住的時候 都是會斷 最好 其實 你們本身 你會來的時候 有這條 黑色的 膠野 就是這條 這樣的膠野 大家可以看到 你可以 當你整好 現在還未整好 整好之後 你可以將它 你可以將它 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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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走 走到 暖七八重 現在我們暫時不怕 好了 來到這裏 其實就重複之前 那條片 跟大家說過 如何將程式下載 這裏 我們都會將重點 講解一下 這裏 本身 全部都是 這些 文件 裏 所以 你見到 這裏 其實在文件裏 這裏 其實在文件裏 你們應該 应该会有这个叫ino 材料产生出来 ino 材料是 Adreno 的材料 我们只要用 RightKick 你可以用 Editor 去开 你可以用任何一个 Editor 就可以开到 只要是 Text 材料就可以了 开了之后 其实你会见到右手边这个位置的程式 本身的程式 Adreno 我上次解释过 Include 是说 Servo 怎样做 我就不详细说 最主要是我不需要写很复杂的东西 我只要用它就可以了 在这里你见到我们的程式 你装了 Adreno 之后 其实你要做一件事 你要做一件事 你要给一个 Edit 然后 New 给一个新的材料 然后把里面的材料产出 然后把这些材料 Copy and Paste 你已经行得到 理论上你们这里有点点难度 我不知道你们会否接受这些挑战 但是你看回 整个程式和我们之前写的 做法就是这样 OK 不要这么多口水 这里再看 它是一样的 大家都有一句 Include Servo Dmitry 这个是解释的 那我们跳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样的 OK 这里你们有兴趣自己看回视频 这里我会 没有一次的 Setup 所以程式会 不够的 它可以 后面的 这里我不解释 你自己看 没所谓 然后呢 就这样 Paste 就是这里 这里我应该跳 跳回去 Copy Copy 在这里打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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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如果懒的话 我们直接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什么叫懒呢 那当然 我们有懒 但你其实不是懒 你叫聪明吗 懒的方法就是这样 就这样 Paste 是 然后呢 我先save save 我先save 我先save 我save回去 你save 你自己记得的位置 呢 我先save 就你们先 Fucking 你自己 你自己 你 啊 我们再来 就是這裡 這裡 我重新在你們裏面,任何一個地位置可以 打一個字叫三serve testing 因為我現在只裝了三個serve 那你重新之後會怎樣呢? 你會看到其實在那個folder裡面 在那個folder裡面 多了一個十folder 這個folder就將我們的程式載了下去 那問題就是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有三個vr 那三個vr我可以控制Serve動 那問題就是我現在這個程式 我怎樣把它下載呢? 我們首先要留意 我們馬上拿去看看有沒有錯 電腦自己拿出來的機會錯的很少 除非你裡面setup 有問題 留意一個東西 我們下載之前 我們要確認兩樣東西 這裡很重要 要不然就不成功了 你現在看到綠色Bar 一路走走到最後 Done Compiling 那就是沒事了 然後我們要上載的程式 去我們Arduino的底板 留意有兩樣東西 第一 我們現在看我們Arduino 這裡要選Arduino 有很多中國的底板 你看到Uno 另外這個pod 其實當你插了USB 上去的時候 當你插了USB上去的時候 突然間我這裡 我有條線 我有條線 那我嘗試 插到一個USB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 大家看看右下角的我 右下角的我 最小的畫面 右下角的我 大家再看回 多了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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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你會看到有CAM4 有CAM4 有CAM4 那我剔了這個 不一定是CAM4 可能CAM2 CAM3 CAM5 CAM10 都可以的 總之你得一個應該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 就已經叫做 將Arduino的Uno 和我們的電腦 已經配合了 下一步 我們就會講 硬件的組裝 這樣就 帶 去到這裡 接著我們就會 用一個示範的形式 讓大家可以知道 如何撥發 現在你看到我在這裏 我正在撥發 要是整組裝 只會看到 也不要緊 最大問題 就是一個不小心扯斷了 也不知道在哪裏會斷 麻煩 這樣我這樣撥發 之後 除了你剪刀的 你可以長一點 可以 短一點 就像豬腸一樣 慢慢慢慢 撥上去 只有一個方向 這樣 這樣 就可以 當你 會遲到 上去 好 繼續 現在的畫面 你看到左邊 我和Arduino 在這裏 你們都有的 這樣 這樣 本身 它有一條 豬尾 就是我們叫做 socket 這個 plug 就是 在白色盒裡面 整個adapter 你看到一個代電器 有個插鬚那個 這個 其實我會插進去 其實 程式 進去 這個位置 我給了電 之後 我便可以 控制機器 現在我們不用 先拔掉 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 右手邊 這裏就是程式 這個程式 本身 我們要駁一條 USB的線 跟你的機器 應該 有條 USB線 USB 去這個頭 看不看 就是這個頭 好 現在我們要做 第一件事 我們要休息一下 按一下 這個程式 一定是對的 因為它電腦 鎮出來 電腦鎮出來 真的 真是 這樣 它現在做完之後 大家留意右手邊 這個位置 有條綠色bar 這個位 這個綠色bar 開頭第一次會長一點 但是很多時候 你發現有問題 做些紅色字 留意這個 我再說多次 就是這個adreno 這個uno 你選好了沒有? 好了 你現在看到這個port 是灰了 顏色 還未能夠選到 現在我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這個 插進去這裡 大家看一看 左手邊 左上的畫面 插進去 你應該看到 它開啟燈 以及你的電腦 它會說出聲音 留意 看右手邊的畫面 如果你按照做的時候 你應該會看到這個 多了一個come4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位 come4 OK 這裡 這個 這樣 當你選好了 UNO和come4之後 然後 你要做的是什麼 你要做的是 打橫這個箭咀 就是由左手邊 數過來第二個 這個箭咀 然後 你留意一下 它的燈的閃動 這裡寫著 compiling sketch 應該你們 可能中文都會看到 如果在上載的時候 你會看到 它這塊面下面的板 會閃閃閃閃 然後你見到的程式 完成 你的程式 就已經準備去 控制機械臂 很多事情 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都不要太過 妄狀 妄狀的意思 就是太過心急 這樣 現在看到 我沒有在機械臂上 這個機械臂上 我沒有在機械臂上 因為我怕 撞到 其實 這個是教你 其實我通常都這樣 放下去就算 不燒就燒 我記得我說過 整個喇叭 放下去 交流電 那件事 當然 就是叫你不要做 但問題 有時候 在控制範圍之內 是可以無下險的 現在你看到 我先將這個程式 放到這裡之後 留意這件事 這個很重要 大家看看 這個插 這個插 我覺得 放下去的時候 其實電池就會放進去 當然 它不會著火 不會成功 搞到很大劑 但問題 它這個 整燒了 你便不能玩 所以 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 就是 我們插進去之前 我們先插一個 先插一個 我們先插一個 我先插一個 插一個 插進去之後 因為 因為 方太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 方太 以前 煮菜 因為時間關係 我不能燉三個小時 我先做好一盒 這盒 現在你看到 這盒 我已經 示範的時候 之後 我已經把 把A0到A5 裝進去 這樣 現在我們要看 就是看這一堆 設備 可能你們都看到 這樣 有什麼 聞到的 有些糯味 突然間 有些煙 當然 有些東西燒了 避免再破壞 尤其 其實如果你聞到 有少少糯味 不對版 你拔了它 可能還能夠 因為這堆東西 熬到一陣 但問題 熬到大約3至5秒 你在這段時間 拔 所以 一開始 插進去的時候 看看 有沒有東西 OK 沒有燙火 沒有噴煙 OK 這樣我們試了一個 大家可以看 如果 這裡 我退了一點 我現在駁了這個 SERVAL 咦 Work Work 我們就拔了它 我們逐個逐個來 不要一二三插 這樣 如果大家 在TINGER CAD那裡 你也有印象 第三腳 第五腳 還有第幾腳 我當然聽不到 你們自己記一下 356911 這樣我插 我們插這裡 這個排位 這堆東西的地方 我們看 3 這樣 留意 白色線是什麼 訊號線 黃色線都是訊號線 紅色線是電壓 啡色和黑色是Ground 現在如果是3 如果是3 我接著是5 又插下去了 3 5 好了 我又穩陣起見 拔掉它再說 因為 你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你說 你一插下去就可以了 不用那麼麻煩 但你不知道 誰插錯了 因為你記得 如果是Mathiel 和其他同學都試過 動一個SERVAL 不知道為什麼 第二隻又動 或者動一個 不是那個應該的SERVAL 因為可能你的程式錯了 當然我就說 程式這裡 已經是電腦針出來 錯的機會好沒有 有很多東西 你先駁錯線 那怎麼辦 所以你看回 3 5 6 因為你插下去 可能插錯腳也不奇怪 這樣會有個問題 就會導致 它不知哪隻腳去動 那就麻煩 有時候失手 插錯了旁邊 所以這些很難說 這樣 3 5 6 記住這個很重要 要的時候才插下去 3 5 6 OK Good 這樣 拼命點 90 11 一次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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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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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這個Surf會很突然,所以會震動 但很明顯,現在6個Surf都能預計到 好,接著我們試試放在機械臂上 看看會怎樣 好了,現在要先插 首先,我們要定義先A0去哪一個 好,我都放在這裏 當然可以,你們自己定義 好像之前玩TinkerCat那樣 駁線,不要駁得亂 你1,1,2,2,3,3,4,4 你現在看到,我這支線,我都做得不錯 自己震一下自己 這樣,起碼你會看得明白 咦,跑了出來,奇怪 這支線跑了出來,不要緊 所以扣了分 這樣,這個就是A0 A0就是底座這個 A0,我們用第三腳 其實在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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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3,5,3,4,5,5 然後呢,這個ARX ARX OK,這個 然後呢,這個呢,這個呢,我就是X 這樣呢,我就356,9 然後呢,先用Y軸 Y軸 Y軸 Z軸先吧 Z軸 Z軸 9,10 記住 記住,你們安裝的時候 留意一件事 那個色爐線和Ground 不要調轉 操心大意,就會 事又沒事 根本不會燒 不過問題 就是,嚇死了 OK,現在安裝了 我要留意幾件事 它本身的中位在哪裏呢 你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 理論上,如果安裝到 它闊的,在這邊 你留意一下 這個位置 闊的 闊的 短的 這樣呢 它就是這樣向 這樣呢 如果你 這個位置,你這樣安裝 就對了 如果你不是,你就要看看 怎樣固定它 如果不是,金屬和SERV 很大力 會撞到這隻手 很痛 不小心 可能弄到流血做麻煩 現在你看到 我沒有電給它的時候 它是全靜的 還有,要留意一下 究竟 究竟 中位在哪裏呢 我會這樣說 你一看到 你都不知道哪些是中位 我們最簡單的做法 因為現在我們全部用SERV 控制 我們用SERV控制 我們就看看 這個 第一個 我先把它撥到中位 撥到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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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理會這麼多 撥到中位 撥到中位 它須極都在中間固定了 否則 它突然間 一左 一發左 發右的時候 你就會受傷了 OK 現在我們看看這個機械臂 好 希望這樣 會不會測試 好 這樣 鏡頭就會好一點 現在我們就是第一個階段 就是要去動機械臂 可以控制到 第二個階段 我們會做什麼呢 我們會做 錄低動作 第三個階段 我們嘗試 看看可不可以配合這個吸盤 去夾起一些東西 然後做一個動作 去撿一下 撿一下東西也好 撿一下信 諸如此類 搭一下啤牌 都可以 你說如果真的能夠有水準 我們就把我們之前學的工智能 放上去 但是這個 我們未必短短 十幾個小時 我們學完 還要搖它 都好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了 現在呢 我試一下 條鮮的勾腸 會不會一開始的時候 爆炸呢 不知道 看看 這些就是一個鐘位 問題呢 我要看看 這個 它扭在那邊 櫻子 1 4 4 1 2 4 2 1 2 這個我們要調校的,是甚麼為之 這是中的位置,但問題是否很中的位置 因為本身雙腐碟蓋上去的時候 我應該這樣是中間的,然後這樣左這樣右 即是這個畫面這裡 其實我應該這樣搭進去交叉 我吸進去的時候,正負會轉 但我吸歪了的時候,它轉來轉去都去不了我想要的位置 這裡很明顯有些東西歪了 你看到,它的Servo很大的動作 這個Servo有些問題 所以,它一旦動的時候 它發光了上去 這個呢 我們看看它有沒有更好的東西 現在還是比較震的東西 尤其是這個 即是這個 我們現在可以 这里我们需要调整一样东西 它本身的Servo 走的角度有少少不同 因为发得太厉害 不过起码左右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中的位置不是我们所想的 不要紧,我们现在最主要做实验 左右 因为我们所有动作要配合 我们要调整一下,让它更漂亮 好,各位同学 这个是我们的机械臂 今天比较容易 穿短的衣服 如果我们直接用TinkerCat转过去 其实有机会震下震下 为什么呢? 原来它在偏译的时候 TinkerCat转过程式的时候 它是出了些错误 错误在哪里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画面 这些我们也是正常的 我用两个画面去和大家比较一下 其实我们本身上高也完全是一样的 下面的Serval也完全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程式 去到setup这个位置 去到setup这个位置 都ok的,没问题 但是留意 Sensile 1和Output 1 就在你们TinkerCat做variable Define的时候使用的 但是你去到这里 留意下下面的 它这个Serval 3 Right Output 1 没问题 Output 2 也没问题 Output 3 也没问题 但是你留意下 到了output 4 的时候 它变成Sensor 4 Sensor 5 和Sensor 6 这里就不太明白为什么 为什么呢? 这个程式 如果你按照output 应该都会是output 4 output 5 和output 6 那我的模擬器 都没错 我模擬器都没错 或者可能我TinkerCat错了 我们看看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有震 如果出现震 可能你的参数有问题 你见到我现在实际上的程式 我就改回到output 4 我现在很大机会 我们尝试看看 这个就是TinkerCat 线路 有时候 偏程的东西 你打错的字 照着走到 但是出现 整个东西 和你的预期很不同 所以 为什么有些火箭 打到上去的时候 什么都想着没问题 然后自己反转 倒插回来 里面可能就是做错了一件事 我们看看代码 我们最主要看代码 看看它错在哪里 这样 如果我们看这里 就知道 output 2 output 3 output 4 咦? 原来我这里用了sensor 4 所以如果你们这里 在这里 你们本身 没有进入错 把output 4 把output 4放回到 output 5 我这个程式也错 所以我自己拿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会浸呢? 如果不是的话 正常你会做到 它是比较稳定的 究竟有多稳定呢? 我们照做下载 在这里 下载 这样的 我去show in folder 好了 我们就copy 这个 放在这个 google drive cores 这个位置 这里 然后 7 就是这里 那我就 删除了 这个 我把这个 paste抄回 那 就改了 ok 这样用这个方法 就绝对 不会有问题 我们看看 如果我弄完之后 究竟 那个 情况会是怎么样 这样大家可以见到 如果把这个程式 我都不再重复 那 你抄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 这里 其实我可以教的 震荡 其实是来自 我们的稳定性 但是 如果 settle down 它就不会有太大的震荡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在这里 我可以在这里 在这里 然后呢 其实我可以做个按针 我们做个按针 就是在这里 按了按针 之后 它锁了下去之后 然后呢 我升起 我升起 然后呢 我转去另外一边 其实呢 我现在那个左右 调转 我们可以 可以教的 那这样 这里呢 我们下回去 那这里我需要 那我们会记住动作 那记住动作之后 我们可以执行它 对了 它就像这个 我这样 我将它旋转 然后把它升起 然后转回去 这个位置 放下 那我这个呢 整个动作呢 我们可以这样 跟着我们会做一件事 下一堂呢 会教大家 就是将这个程式 改一改之后 之后呢 它就可以重复回你的动作 那你就不用每次 就是教餐死的去做 好 多谢